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走看 这个淫妇宋穷庙 走走看 拜拜看 他们那个去的时候 刚好碰到法会 那法会你知道 整个很热闹的 就拜这个五路财神王 就有那个轿子 就整个来讲就是 他整个来讲 非常的那个 那但是人山人海 香火鼎盛对 对 她说那个轿子 越摇就会越旺 因为你知道 他们进去的时候 觉得就是来拜嘛 可是一站那边看到 大家在那边念经文 在那边 他觉得那个磁场 那个气 就有一种那种感 就感觉就来了 他觉得说 我好像要赚钱了 他这个赚钱 我像刚刚讲 他不是回到家前 掉下来了 他开始就有一种 新的想法 回去以后 就跟他老公想 我们到底要卖什么东西 后来慢慢就去卖 你知道以前 他们做小摊贩 一天几百块钱 夫妻吵闹不休 后来一天赚到五千块 可是这个也不是说 他拜完就会掉下来 他们开始整个 有一种性 一个善念的感应 对 他觉得我要去 怎么样去想 更科学的想法 我们要做什么东西 才会赚钱 他整个人的那个念 就转过来了 从这个以后 他就常常跟朋友讲说 他们就经常 就会去那个庙走一走 没事就去走一走 他变得不是要祈求什么 就是去散散心 还还愿拜一拜 就感觉心情就很开朗 什么事情就顺了 钱也就自然来了 在这里我也可以 跟管家门一起做一个建议 我去你的城市 我和我们的制作人 因为我是主持人的制作人 林志文贤心 和我们太太 韩庆 我们去大西营物送上庙 林志文贤心 很好的 拿一个大西营物 带 带后 我带来 我想变一个国家文官培训所的 讲座教授 哇 在这里现在演讲教授的 所以我不是 如果是经文学教授 在这里又是 国家文官培训所 讲座教授 这不简单 这也是来推荐的 所以这实在说起来 我也不敢说 是我自己帮我 还是去营物送上庙 比如说我们来说 可能是营物送上庙 帮我带来的 所以我认识是 感谢天 感谢队 感谢土耳朵 白亏营物送上庙 让我那些贏了 究竟我们是好餐队出一些好资队 好 当然是自己有所感应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那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那如果我有回去有所感应 赚钱之类的 那当然是要跟口语口 跟朋友分享 如果处于大概 气势比较低档的人 或是本身从事业务性质的人 我相信这个应该也关系蛮大 那我觉得说 应该都是口口相传吧 就是说这家面很新 然后因为它处于在 刚在新建当中 人家在新建当中 刚开始的庙 它是最灵验 那应该来这边体验 那把这个功德 上发出给需要的人 如果对以上节目有所疑问 请播以下的节目咨询专线 03-388-9355 03-388-9355 欢迎订阅来迎户宋琼 四五花 我们来看这大电视 与皇大帝 俗称天公主 上掌三十六层天 下辖七十二地 掌管一切神佛 先圣和人间地府之事 此外还供奉了有三观大帝 五路财神王 而三观大帝也就是天观大帝 地观大帝 水观大帝 治理天地水三界 专门负责众生获福 五路财神王也就是中路财神 赵公明所带领 东南西北各路财神 所以拜五路财神王 就是收进东南西北中 五方之财的意思 而这五路财神王 是供奉天公主的指令 下凡来替凡臣的善性大德 迎赴旺财 此外庙内最特别的 还有两座全台独一无二的旺财宝塔 迎赴旺财塔行六角 宽两米高四米六 是受到天公主遇刺 再加上五路财神王加持 庞然坐落于庙内中央两侧 殊胜庄严 迎赴旺财塔将参与 各以信众的大名登陆旗上 为众生祈福一整年度的财运与好运 让每一位信众都能在福虎年 好运连 福虎生风旺旺一整年 如果对以上节目有所疑问 请播以下的节目咨询专线 03-388-9355 03-388-9355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